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焦点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经济成长到顶 陆克文只是暂时低迷 李强在达沃斯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 美国和中国为一个太平洋国家的争夺 请大家收看 美国和中国为一个太平洋国家的争夺 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战斗 彭博社 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取得了重大进展 建设基础设施并与太平洋国家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而美国的反应则较为迟缓 中国国有企业在太平洋地区修建了建筑物 包括警察局、体育场馆和政府设施 与此同时 美国正试图在该地区抵制中国的影响力 但在展示对太平洋的承诺方面面临挑战 美国及其外交伙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正在通过发展援助和增加接触 来加强与太平洋国家的联系 但一些太平洋国家的领导人 对他们突然地兴趣持怀疑态度 库克群岛举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 主要关注气候变化问题 太平洋国家领导人认为由于海平面上升 这是对他们国家生存的重大威胁 库克群岛于1997年与中国建立了联系 是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影响力增长的一个例子 但也凸显了中国国有企业施工质量不佳的问题 不到十年后 库克群岛的警察局、司法部门和体育场馆 就出现了严重的损坏 库克群岛最大的项目 T-Metal Y供水项目 在施工中出现严重缺陷 到2022年仍未完工 美国和中国向太平洋国家保证 他们不希望太平洋国家选边站队 将尊重其主权和独立 但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仍然激烈 太平洋国家领导人利用美国和中国的关注 来引起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关注 乔治亚州州长表示 为了推动电动汽车制造业的发展 需要更多的清洁能源 英国独立报 乔治亚州州长布莱恩 坎普表示 该州需要增加清洁能源供应 以满足电动汽车、EV、制造商的需求 坎普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时 强调了乔治亚电力公司在沃格尔发电厂 建造的两座新核反应堆 他表示 这为该州提供了清洁能源来源 坎普还表示 尽管美国电动汽车销售放缓 但他对乔治亚州吸引电动汽车制造商的能力 充满信心 并指出 最大的挑战是确保有足够的劳动力 支持该行业 加拿大太阳能公司将在日本销售家庭储能电池 日经亚洲 加拿大太阳能是一家主要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 计划从2024年开始在日本销售家庭储能电池 该公司旨在利用地震等自然灾害后 对停电应对措施的需求 加拿大太阳能的电池名为EP-Cube 采用模块化设计 可实现可定制的容量 并使用磷酸铁理 而不是昂贵的稀有金属 该公司计划利用其在日本的现有销售网络 在2026年占据该国储能电池市场的15%份额 加拿大太阳能已经开始在美国 西班牙和意大利销售家庭储能电池 观看台湾的自由选举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对一党统治感到惋惜 外交官 中国网民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发布了 对台湾最近总统选举的负面评论 这是对政府的挑战 尽管实施了高效的审查制度 但仍有一些持不同意见的评论 在被删除之前得以发布 许多中国公民在国家的零COVID政策之后 意识到了无法参与治理的后果 文章认为 民主国家应该注意到中国对民主的支持 并制定长期政策来支持中国的亲民主运动 美国银行将苹果股票评级升级为买入 原因是Vision Pro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增长的催化剂 雅虎 美国银行分析师Walm C. Mohan将苹果股票的评级 从中性升级为买入 并将该银行对该公司的目标股价上调至225美元 他表示 该公司将受益于多种行业趋势 并提到了拥有老款iPhone的用户数量过多 这些用户将需要升级 Mohan表示 他预计苹果的服务业务将有更好的增长 并补充说任何法律风险都是可控的 布林肯最新的外交之旅 将带他前往非洲 而危机仍然困扰着美国的外交政策 美联社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将访问四个非洲国家 福德角 科特迪瓦 尼日利亚和安哥拉 讨论地区安全 冲突预防 民主推动和贸易等问题 此次访问是在美国对非洲大陆的关系 越来越担忧之际进行的 特别是在去年 尼日尔和加鹏发生政变 以及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动荡局势升级之后 美国和中国也在非洲争夺影响力 中国将安哥拉作为重要投资目标 布林肯还将强调 美国政府与非洲国家在气候变化 经济投资 粮食和健康等问题上的合作伙伴关系 随着销售下滑 iPhone在中国春节期间的折扣开始扩散 日经亚洲 在农历新年假期来临之际 中国的主要在线零售商和苹果公司 纷纷削减iPhone的价格 因为该设备面临来自华为等国内品牌的竞争 而销售不振 阿里巴巴的天猫平台 对一些iPhone型号提供高达1000元 约合140美元的折扣 而京东则提供高达1050元的折扣 苹果公司本身也将iPhone的价格 降低了最多500元 根据美国研究公司IDC的数据 2013年7月至9月期间 中国的iPhone出货量同比下降了4% 在市场份额方面排名第三 与中国有关的自动驾驶初创公司图森 未来将从纳斯达克摘牌 日经亚洲 总部位于美国的自动驾驶卡车技术开发商图森未来 因市值下降和利率上升 以申请从纳斯达克摘牌 该公司预计其股票将于2月8日被摘牌 并将注销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注册 图森未来的股价因此消息下跌了46% 该公司一直在努力商业化其技术 并因与中国的关系而面临美国监管机构的调查 图森未来最初计划于2024年进入北美自动驾驶卡车市场 但后来宣布计划退出美国 专注于中国等亚洲市场 沙特阿美公司计划将创业投资翻倍 首席执行官表示 目标是降低排放量 日经亚洲 沙特阿美公司 全球最大的能源公司 宣布计划向其阿美创投基金额外拨款40亿美元 将基金总规模增至75亿美元 该基金将支持初创企业和新技术 因为该公司寻求实现业务多元化 并朝着低碳未来发展 阿美还宣布计划成立一家专注于大数据分析的数字公司 首席执行官阿敏 纳瑟表示 公司坚决致力于技术和创新 这是扩大规模和降低新能源成本的重要推动因素 中国的通缩主要由商品引发 增加了贸易紧张局势的风险 彭博社 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 中国2023年的通缩是由制造业价格下跌驱动的 数据显示 一些行业的国内供应超过了中国的需求 可能导致中国过度投资并削弱美国和欧洲的竞争对手的指责 中国的出口价格在11月同比下降了9.2% 全年贸易顺差达到了8230亿美元 创下历史第二高纪录 通缩对海外生产商构成威胁 可能影响对电动汽车和可载生能源的投资 中国经济成长到顶 陆克文只是暂时低迷 中国2023年的经济成长率5.2% 不如专家预期 引发外界担忧 未来的情况会更差 但澳洲前总理陆克文为中国经济辩护 他认为 中国经济成长放缓只是暂时性的现象 其他专家又是如何回应他的说法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政府周三 1月17日公布2023年经济数据 引发外界担忧 中国成长动能已经消失 并且陷入长期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 但澳洲前总理 现任驻美大使陆克文 Kavin Roth 在瑞士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政府周三 1月17日公布2023年经济数据 引发外界担忧 中国成长动能已经消失 并且陷入长期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 但澳大利亚前总理 现任驻美大使陆克文 Kavin Roth 在瑞士上反驳这类论点 他认为 当前中国经济放缓 是受新冠疫情 房地产业问题影响 而导致的暂时性低迷 据美国财经媒体 市场观察 Marketwatch报道 陆克文在一场名为 重新推动中国经济成长的 小组讨论中表示 我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 世界各地 关于中国经济到顶的论点 即中国经济到达顶点 放缓 然后将走向更糟糕的情况 他认为 中国消费者 近年确实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 不过中国经济 已成长至巅峰的说法 在理智和分析上都有缺陷 因为中国消费市场 具有未开发的潜力 而这些潜力 仍可能推动中国经济 长期成长 因此 中国近期的经济放缓 只是暂时性的现象 陆克文说 他们和我们其他人一样 必须忍受这场疫情 在那之后 占GDP28%的房地产市场 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 现年66岁的陆克文 是澳大利亚工党的前党魁 他曾于2007年至2010年 以及2013年两度出任澳大利亚总理 现为澳大利亚驻美大使 他也曾在澳大利亚和台湾两地学习中文 是西方少数能说流利中文的领导人 并且始终对中国有着高度的兴趣 被不少人视为是中国通 他自己也经常以中文的老陆自称 不过陆克文也强调 他是以个人身份 在达沃斯论坛发表论点 而不是以澳大利亚驻美大使的 日常工作身份出席 中国经济能复苏吗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发布的数据 2023年中国的GDP成长5.2% 虽高于2022年的3% 却是除了新冠疫情期间外 自1990年以来的最低值 引发许多分析师 看衰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且普遍认为今明两年的经济表现 只会比2023年更差 在给中国的政策建议中 陆克文认为 北京方面需要研究薪资政策 税收政策和福利规定 以重燃消费者信心 他同意 中国政府需要 在给中国的政策建议中 陆克文认为 北京方面需要研究薪资政策 税收政策和福利规定 以重燃消费者信心 他同意 中国政府需要 而是重新强调市场经济之中 企业正常利润激励的核心问题 陆克文还表示 贸易有助于推动经济成长 但美中关系恶化 可能会导致供应链分叉 并阻碍中国经济 同时他也警告 中美最近关系稍缓和 若无法维持下去 地缘政治可能会 拉低中国成长模式的底线 针对陆克文的说法 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 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报道 参加同一场小组论坛的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经济系副教授 金克宇指出 对中国消费的限制 例如薪资成长可能放缓 青年失业 以及房地产和股市损失 可能会抑制消费 8月初 中国又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巨头碧桂园 面临违约风险 该公司有2笔美元计价的债务 8月8日 逾期未支付利息 作为少数尚未出现违约的中国大型房企之一 碧桂园的爆雷是对本已脆弱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又一打击 在本次房地产危机中 首先触交的恒大集团 则于8月17日依美国破产法 向美国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恒大的负债高达3300亿美元 其在2021年底发生违约 导致中国各地出现大批未完工的烂尾楼 大多数分析师认为 未来几个月内 中国的房产价格和销量仍将进一步下滑 不过 金克宇认为 尽管其中一些国际贸易正在改到越南和墨西哥 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仍然是全球经济的核心 金克宇也说 即使中国经济只继续以3%至4%的速度增长 同时 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中国快4个百分点 但以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 意味着到2030年位置 中国仍将为全球经济成长贡献197兆美元 而同期的印度 只贡献130兆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 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朱明也表示 消费具有相当的弹性 他同意陆克文的观点 即消费将推动中国的经济成长 对他来说 支撑中国经济的其他因素 是制造业数码化和绿色能源转型 但他预计 中国的成长率将维持在4%左右 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大通 J.P. Morgan 执行长戴蒙 Jimmy Diamond 在达沃斯告诉美国财经媒体CNBC 衡量中国的风险回报公式变得更加困难 不过戴蒙也说 他们正在努力确保商业开放 对外国公司公平 李强在达沃斯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 北京继续站在普京一边 冷落乌克兰 中国总理李强在达沃斯避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 在俄罗斯敦促中国停止与乌克兰的外交接触后 中国拒绝了任何聚会 法广 鼓励 政客新闻 1月18日发自达沃斯的报道说 乌克兰领导人毫不掩饰地表示 他们希望本周在瑞士会见中国官员 但泽连斯基总统最终未能如愿会见中国官员就回国了 这对基辅来说是一个打击 该报道说 无论是在博尔尼 还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 中国驻瑞士代表团都有很多机会 与乌克兰代表团成员对面而坐 而任何会面都将满足基辅长期以来与北京高级官员进行坦诚 面对面讨论的愿望 就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举行多国和平峰会之前 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安德烈·伊尔马克 安德烈·伊尔马克 表示 中国必须加入和平谈判 并暗示泽连斯基总统将有机会与中国总理李强交谈 最终 乌克兰在争取中国承诺参加谈判方面 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泽连斯基和李强也未能交谈 北京听普京的 政客新闻说 这是中国无意推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结束对乌克兰的全面战争的最新迹象 相反 中国一直站在俄罗斯一边 为其军队提供军用物资 这些物资支撑着莫斯科的战争努力 尽管西方国家施加了压力和制裁 乌克兰及其支持者认为 停止这条管道将进一步破坏克里姆林宫的计划 中国决定不与乌克兰人会晤 似乎是有意未知 而非日程安排问题所致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 北京拒绝了基辅提出的 在两国访瑞士期间的某个时间会面的要求 另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 在俄罗斯敦促中国停止与乌克兰的外交接触后 中国拒绝了任何聚会 政客报道说 这两位官员和这篇报道提到的其他官员一样 都已匿名详细说明敏感的动态 自俄罗斯恢复并扩大入侵乌克兰以来 乌克兰与中国开展了一些外交活动 去年4月 泽连斯基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了电话 4月 中国的乌克兰特使访问了基辅 尽管乌克兰仍希望双方能恢复会谈 但自那时起 双方关系已大不如前 这一次 在达沃斯 泽连斯基与习近平亲信李强 各自会见了自己的外国同行 并对眼光独到的听众发表了讲话 他们二人传递的信息截然不同 李强表示 尽管中国面临经济困境 但仍是一个安全的投资地 并顺便挖苦了美国几具 泽连斯基则抨击普京 号召盟友支持乌克兰的事业 他周二在论坛上说 如果有人认为 这只是我们的事 这只是乌克兰的事 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 虽然未能与李强会谈 泽连斯基在达沃斯 与其主要合作伙伴进行了会晤 包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捷克 沙利文 Jake Sullivan 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 Anthony Blinken 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 乌尔苏拉 冯德莱恩 Ethra Von der Leyen 大规模消耗性炮击 政客新闻说 对于泽连斯基和他的国家来说 这些会议是在一个关键时刻召开的 尤其是在地面站 已接近停滞 双方都在前线进行 大规模消耗性炮击的情况下 美国国会正在努力通过一个 向乌克兰提供 6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法案 由于共和党人进一步反对 维持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 而更倾向于将资源用于 确保与墨西哥接壤的 南部边境的安全 应对大量移民的涌入 未了打破僵局 乔、拜登、Joe Biden 总统已召集议员前往白宫 尽管受到西方制裁的压力 俄罗斯的国防制造业务仍在继续运转 这使得普京的军队 能够在数十万人伤亡的情况下 继续作战 对中国问题不响 该报道说 尽管中国对泽连斯基冷眼相待 这位乌克兰领导人 在达沃斯受到了论坛 预会者的热烈欢迎 一大群人聚集在会议室外 只为一睹泽连斯基前往下一个会议的身影 而他对记者的提问则置若网文 其中包括一个关于乌克兰与中国关系的问题 泽连斯基像莫听见一样的走开了 朝鲜半岛仍然分裂 经济学人 根据资深朝鲜观察家罗伯特 卡林河西格弗里德 赫克尔的分析 朝鲜独裁者金正恩已经做出了战争的战略决定 金正恩的政权对韩国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 声称两国不再是一个民族 并下令关闭与韩国打交道的部门 然而 专家们认为金正恩更有可能是利用好战姿态来与美国进行谈判 并且他不愿冒险发动一场可能对他的政权造成动荡的战争 Arcterics的所有者能否重振中国在美国的IPO市场 经济学人 中国体育用品公司安踏体育Antesports 在2019年带领财团收购了芬兰品牌Aimer 现已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申请首次公开募股IPO 此举被视为中国企业在国内外监管机构加大审查力度下 能否在海外上市的一次考验 Aimer拥有Arcterics Salamon和Wilson等品牌 希望能筹集高达63亿美元的资金 一项价值350亿美元的超级合并 加强了一个安静的芯片垄断市场 经济学人 惠普企业Hope 以140亿美元收购了电信设备制造商Juniper Networks 这一收购是半导体供应链整合的更广泛趋势的一部分 自2018年以来 芯片设计软件销售额增长了12% 是整个芯片行业增速的两倍达到了150亿美元 Synopsys和Cadence分别占据了该市场的三分之一 而西门子则遥遥领先 Juniper Networks的收购凸显了这个领域的重要性 因为像英伟达和AMD这样的芯片制造商 正在竞相开发更好的图形处理单元 尊敬的观众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中国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争夺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中国在该地区取得了重大进展 与太平洋国家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而美国的反应则较为迟缓 这场争夺反映了地区间的战斗 但同时也给太平洋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 不过 中国国有企业在太平洋地区修建的建筑物质量问题 值得警惕 其次 乔治亚州州长表示 为了推动电动汽车制造业发展 需要更多的清洁能源 这是对清洁能源供应的需求的回应 也是为了满足电动汽车市场的需求 这一举措有助于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 此外 加拿大太阳能公司计划在日本销售家庭储能电池 这是对日本市场需求的回应 也是该公司扩大国际业务的一部分 这一举措有助于加强日本的电力供应和应对自然灾害 观看台湾的自由选举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对一党统治感到惋惜 这反映了人们对民主的渴望 以及对多元化政治环境的期待 这也是对中国政府支持民主的呼吁 以及对中国亲民主运动的支持 另外 美国银行将苹果股票评级升级为买入 原因是Vision Pro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增长的催化剂 这显示了苹果公司在未来发展中的潜力 也反映了市场对其创新能力的认可 布林肯最新的外交之旅将带他前往非洲 而危机仍然困扰着美国的外交政策 这显示了美国对非洲的关注和重视 也反映了非洲地区的复杂局势 美国和中国在该地区的竞争将继续存在 这对非洲国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此外 iPhone在中国春节期间的折扣开始扩散 这显示了中国市场的竞争激烈 也反映了消费者对价格敏感的需求 这对苹果来说是一个挑战 也是市场发展中的一部分 最后 与中国有关的自动驾驶初创公司图森 未来将从纳斯达克摘牌 这显示了该公司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也反映了中国和美国在自动驾驶技术领域的竞争 这对图森未来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决定 也是市场调整的一部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新闻内容和分析 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现在 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